我估计领导人不会满意 所以说就不知道 今年岳云鹏能登 岳云鹏能登 岳云鹏能登 可能并不如您平时 在这个剧场的发挥 节目演完下台 第二天铺天盖地的一片骂声 堂堂德云社班主 演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也能叫相声演员 如今岳云鹏面对情况 和师父当年有少许相似 不拿着超越年三十的歌的作品 登上舞台 观众大概不会买账 然而倘若今年的岳云 岳云鹏能顶住压力 再登春晚 那便是德云社唯一 六登春晚 为何岳云多年来 能稳坐这把春晚交椅呢 各位 什么都不要说了 岳云鹏这孩子 就算在后台扫一辈子地 擦一辈子桌子 我也不会让他走 郭德纲看着眼前德云社众人 斩钉截铁一番话 宛如当年侯耀文 力排众议 在悠悠众口面前 留下岳云鹏 此时的时间点 恰好是岳云鹏刚入德云社那几年 性子不讨喜 人情世故他也搞不明白 遭到了德云社绝大多数人的不满 联名上书 请示郭德纲开除岳云鹏 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次危机 小月月心里依旧一直悬着 2006年 郭德纲首次开山收徒 算是昭告相声同行 这六个孩子 从此以后就是我郭德纲的徒弟 大眼扫过去 六个拜师弟子中并没有岳云鹏 和他一起入社的孔云龙拜师了 比他晚来的鸾云萍拜师了 只剩他自己站在一旁 心中委屈得不行 那时候他心中如何想 我们不得而知 只知道2006年之后的几年 岳云鹏忽然变了 疯狂起来 直到某天 演员找到了郭德纲 把岳云鹏调到我们后面吧 我们接不住他了 这一年的岳云鹏 仿佛从师父手中接过了一波 拿着无形的三寸刀头 自此大批大砍 白蛇传 歪唱 文和弯 学唱歌 他张嘴就来 郭德纲看着眼前的岳云鹏 便知道 这孩子完全开窍了 2009年6月12日 岳云鹏拜师郭德纲 2010年7月 岳云鹏举办个人专场 这是德云社云字辈的 首个个人专场 8月 徒弟退社 德云社停演一个月 同年9月12日 德云社复演 也是这个时间点 郭德纲决定力捧岳云鹏 我要他红 郭德纲作为班主 金手指点了岳云鹏 很快 岳云鹏登上了第一年的央视春晚 独特的相声风格 一改大众对相声古板印象 原来相声也可以耍剑卖萌 效果不错 自然得到充满青睐 和孙老师的积极准备 不敢松懈 务必要做到最好 让观众满意识目标 一次又一次的审核下来 岳云鹏孙岳从来是靠作品说话 今年春晚竞争激烈 岳云鹏孙岳心中也没底 各大相声社团都派出精兵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